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将继续关注中国内地女演员赵露丝 重点介绍她演艺生涯初期的经历 2017年对于赵露丝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她通过参演古装演情剧《凤求黄》成功踏入了眼圈 并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 在这部剧中赵露丝与一众实力派演员共同出演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尽管这是赵露丝的首部电视剧 但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她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在剧中她饰演的角色生动且富有个性 为观众带来了愉悦的关剧体验 正是这部剧让赵露丝受到了更多导演和制片人的关注 为她在演艺圈敞开了一扇大门 随着更多机会的到来 她开始接演了各种类型的作品 展现出了她广泛的演技 总之2017年赵露丝通过参研凤球皇 成功踏入演艺圈 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这个阶段的成功为她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让她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展露头角 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赵露丝演艺生涯初期的介绍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视频 再见